我們剛才用了R的演繹 給各位看到了K-means 這個怎麼樣去做分群 做clustering的動作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Python怎麼做 那這邊就是它怎麼去做 我們隨機挑選K個點 就像我們剛才的案例 選了三個中心點 然後怎麼樣指定每個樣本 就是每個XY的點 到你中心點的距離最近的點 然後不斷的移動 你的中心點會移動去滿足 所以說它要到最後去找到最小的距離 那同樣這個跟我們之前的線性回歸是一樣的 線性回歸那條線 也就是每個點到這些距離的最小平方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 那我們到底要設幾個點 當然這個就是懂妹弄好的問題 像剛才R的部分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假設你去選兩個點 你就是取兩個重疾的話 那它找到的應該會是Sentosa是一個重疾 Versicolor跟Virginica又是一個重疾 為什麼 因為它那兩個屬性很類似 如果說你只找兩個點的時候 好 我們等一下有機會也可以去練習一下 好 一樣我們現在在用寶可夢的來看 好 那我們進行這個Special Attack 和Special Defense來進行我們的分群的動作 好 這個剛才已經有導入了 我想你們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針對兩個屬性 它說我們這個 那我們現在先去找兩個 一個是重系的 還有一個是通靈的 這個是在這個剛才的Type 1的地方 可以去看到的 好 所以說我們選擇兩個屬性出來 那這個是直接去選擇 這個原先的Data Frame裡面的Type 1 等於T1 T1就是這個重系 T2就是通靈的這兩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找出它的屬性出來 那接下來一樣我們的是做標準化 一樣 標準化 然後標準化的Transform 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它 找前兩筆出來而已啦 找前兩筆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你們也可以直接Show 原先找出來的值啦 這很多 做標準化之後的兩個 好 依據什麼 還記得吧 我們依據的就是這個Special Attack 和Special Defense 兩個去做分群 這兩個不同的攻擊性 還有防禦性的話 可以分成什麼樣的族群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原先的DF 長得怎麼樣 就是在這個地方 它是數值型的 好 那這邊沒什麼問題 比剛才之前 好 來 我們接下來看 Special Attack 這個指令叫做Unique 這個指令叫做Unique 就是它一共有幾個是獨立 不同的 Special Attack 有多少個 好 那當然你們可以去算它的長度 這個 總類有幾個啦 那這邊各位就自己打一個指令一下 這以前都教過了齁 LEN 長度 分出來的類別一共有多少類 一共有110種的這個攻擊力道 Defense的力道呢 當然這是有一點像連續型 因為它這個是數值型的變數 連續型 100種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Type-1 這個變量裡面它有幾個類別 有幾個類別 好 它一共有18個類別 好 它一共有18個類別 18個類別 我這次把它翻譯出來了 草系的火系的這個 好 各位看一下 我們原先的Type-1 它是英文的 我只把它翻譯給各位看一下 好 雖然我對寶可夢沒有很熟悉 但是之前還是看過它的卡通 好 大家可以看看它每個類別的 個數有幾個 所以說這些都是一些基礎的 Value Count 這個沒有 是Value Count 然後要跨幅 表示剛才看到的 蟲系的一共有幾個呢 蟲系的一共有82隻 然後火系的呢 大概58隻 水系的122隻 好 這是我們剛才找出來的 要找的這幾個 這個是clf 我們來看看clf 剛才找定義的在哪裡 這裡 別忘記了 這裡 clf 找出來這個 好 我們投入的就是這兩個了 然後Type是這個 index 這是原先的index 我們只找兩個 這個蟲系的跟這個通靈的這兩個 這些都是基本的 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的x就是這個 然後做標準化 這些都是過程讓各位去看 原始的碼就在這裡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解釋 那 k-means 在這個PsychicLearn裡面的cluster 的重集的套件 c-l-u-s-t-e-r cluster就是重集的意思 分群的意思 好 一樣我們的套件 include 進來就是 k-means 好 一樣有沒有 這邊去建模了 建模 然後注意我們這個叫做 n-class 它的套件 它的這個parameter 有一個我們要分幾群 那當然我們剛才就已經知道這兩群了 我們特別把蟲系的 還有通靈系的這兩個抓出來 然後它的spatial attack跟spatial defense 好 random 就是亂數的方式去投那個點 好 完了之後 建完的模 其實我們的結果就存在哪裡呢 存在 km 的這個模型裡面 那 km 模型裡面 完了之後我們就去做 predict 去做預測 預測完的結果我們就把它產生在 y predict 裡面 然後後面去把它畫一些圖形出來 好 好 這個圖形的部分就各位自行去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 function 就畫圖的 function 這個是 xy 的三部圖 好 產生出來的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有 xy 的圖形了 的數值 xy 的數值 那去標示出來蟲系的還有通靈系的 那也找出來它的 cluster 它的蟲級在這裡 那來看一看它的蟲級位置在用到了什麼參數 因為我們出來的是 km 看到沒 產生出來的這個都是原先的坐標 x 的 standard 這個是做標準化的 好 看到沒有 這邊它結果就有一個 km 點 cluster center 那一樣如果說你們也可以看看這個 cluster center 到底它是什麼 你可以看出來 我不知道後面我有沒有寫 我沒有寫 好 看到沒有 就是坐標 那這個坐標就是剛才打點出來的坐標 -0.167 在這裡 還有一個-0.606 在這裡 也就是這個點 另外一個點是在 0.7 在這裡 0.66 在這裡 所以說這個看起來就是蟲系的中心點 那這個就是通靈系列的中心點 好 那這邊我大概已經跟各位去做一些的解釋了 好 那也簡單吧 其實你看我們這邊其實分群就是像這樣子 分完了 分成了兩群 那如果說你這邊假設變分成三群的話 也可以試著去可以把那個圖形畫出來 那是因為我們本身的就是兩類 兩類 好 那這邊老師有做一些 這個 星號的是代表我們的中心點 剛才已經解釋過了 所以說我們這邊 其他可以看到的 這個都是畫 xy 的三部圖 好 那我們現在是 42 分 剩下的一點時間呢 各位先練習一下 Type 2 其他兩類的試試看 所謂其他兩類的是 找找看 我們剛才就有這麼多啊 有哪一些 欸各位這邊好 如果太長了 你不需要顯示就把它delete掉 這邊不用留的 但是指令留著就好 好 我們剛才是找的是 嗯 欸 我們剛才找的是 水系吧 我剛才忘記了 來看一下 剛才找的是 abot 這個通靈的 好 那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找什麼呢 找 找這個 這個 grass 跟火系的也可以啊 找找看 好 那各位練習一下 好 這邊就是剛才的 這個 我們剛才是找的是 蟲系的這個 78 18 還有通靈的 你可以找這個啊 水系的還有 水系還有火系 這有沒有什麼差異 好 那我們就自己試試看 好 那我們把這個當成早上的第二個作業 好 那我們把這個當成早上的第二個作業 那怎麼做 一樣畫葫蘆啊 好 我這邊可能給各位點一下 點一下 就是 改這兩個就好了 一個是 grass 一個是fire 好 後面的話 幾乎都是一樣了 後面就幾乎都一樣 好不好 各位產生出來看看是什麼圖形 好 那這邊應該是一個 蟲系的跟火系的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們的點 好 當成我們作業了 什麼呢 嗯 是